Cellidense 的關係是這樣 一開始的時候 Cellidense 增加的時候 Cellidense 的模擬體 主物模擬體就會開始往下掉 然後到一定的範圍的時候 它幾乎就是線性 沒有太大的模擬 然後呢 如果你只是看這個Cellidense Cellidense 的模擬體 它這裡是一個線性的曲線 所以說 它的變化隨著Cellidense 變化 它有一些 Behaviour 是Follow 所以 今天你只要控制好這個方法 你就可以得到 補藥的Mobility 然後變成Cellidense 那這個 你之前的Data Base 有很多的經驗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大概要控制到多少天 然後加熱多久 你可以得到補藥的這個Cellidense 跟Mobility 那再來 如果我把它加熱到很高的溫度 到400-23K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SDH震動 然後藉由這個SDH震動 我們現在經驗 就可以算出它的這個 Quantum Mobility 就是Avitamin Mask 然後呢 這個就是Cellidense 這個 Classic Mobility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計劃 然後再1.5%之外 然後這個是它溫度的認識 Amico Detail 然後這個是隨著不同的溫度的變化 你就可以得到這個東西 Quantum Mobility 然後再1.5%之外 然後再1.5%之外 我們藉由這個 左震動的Pick跟Mobility 你可以得到它另外的去計算 得到它的這個Quantum Mobility 然後現在這個Muking 我們就做Pick 所以這次產 所以你藉由不同的Cellidense 你就會得到不同的震動 然後你就會得到不同的Quantum Mobility 然後藉由剛才那個RSI 你知道說 在零磁場物件它是一個線性 所以你可以做Fitting 得到它的主母的Mobility 所以 我們知道這些Mobility 跟你的這個Scanning Time 是成正的 所以你MuT 所以MuQ 大概就等於 Cellidense 然後 藉由這個 Gasama的 這個 科學 他在2008 所發了一篇理論 paper 他說 今天這個紙 Tal T 就是Tal Q千進於1 它其實就是 Alder Remetal 和Cellid Cannata 的一個特性 超速特效 然後如果接近於2 就是廣告 然後 如果這個紙 大於2 它就是 主要就是 Cellidense 然後小於2 就是Scanning 那這個Tal T 就是Scanning Light Time Tal Q就是 Cellidense 那這就是 一個很有趣的理論預測 那我們今天我們實驗 可以得到 這樣子的數值 我們就想知道說 我們的實驗 所以有沒有辦法 我們要做 貨品類的 那 很明顯 我們今天就控制 我們的 這個 從這個 很高的 Range 然後一直往下 到一個很低Range 然後你會發現 這個Range Nu T 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 Tal Q 它就會從2 2點多 開始掉了 掉到1點多 那基本上是這樣做 因為我們是加熱 所以 K-Range越來越高 所以應該是從這樣看 一點多 升升升升升升到 到這裡的時候 就有一點多 有沒有發現 跟他剛才我說的 這個 預測是 然後 就是說 我在很Range K-Range的實驗的時候 我的全球 是接近於1的 那它就是 接近於是一個 Ordery Metal 或是一個K-Range 可是呢 如果K-Range增加的時候 它就是 接近於2 它就是一個 軟變的特質 那 這個是在 600-micron 跟100-micron 的這個 scale 的area 它們會有 device的area 那今天 如果我把這個device 給它加到 100倍 5.6V的 像這樣 你再去做 有沒有類似的結果 你有沒有發現 也有類似的 就是說 它一開始也是接近1 然後慢慢的 所以K-Range增加 它就會開始增加 然後到這邊就飽圖 就大概接近1個 只是說 這個血力跟這個血力不一樣 是因為 你的面積不同 因為你這個比較大面積的 你的那個退息物的 比率的 比收集率的 就會比較 比較 比較慢 所以這個就沒有辦法 增加那麼快 然後再來一個很有趣 就是說 你空氣很多的氣體組成 到底什麼樣的關鍵氣體 能夠使你的這個 這個K-Range電視體 降低 那我們有很多的氣體 像這個氮氣 氮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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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2 我們都給它試 我們都把它 換在這個 我們的 那個 地溫強食產的 這個圈本裡面 給它換過夜 然後呢 我們要試著看說 它有沒有讓它 K-Range電視體 減少 對 那每一次在做 EPOS 之前 我們都會 看到一個氣體 就是 做一個 高溫的氣體 讓它 這個SDS震檔 然後我們再放氣體 那這個 氣體放完之後 再佔氣體 它就會回到 原本的這個 樣子 VoSS 或是IS 都是這樣 所以就一個 很標準的氣體 你可以做普通的 然後你就要看 你不同的氣體 哪一個對你的 這個 變得 Low-K電視體 會影響 那這個就是我們整理出來的 這個 那你會發現 一開始 K-Range電視體 是12.9 4×4 11 那 K-Range摩佩的體 就是3300多 那摩佩的體 算出來是1500多 那就大概 它的一半 所以這個 Ratial大概就2.18 那你會發現 有幾個氣體 是關鍵的 首先是 氮氣是幾乎一樣 你會發現每一個 值都一樣 所以氮氣應該就不是 影響到K-Range電視體 最主要的一個氣體 那在CO2 你看 這個也是差不多 所以這個應該也不是 關鍵的 這關鍵就是氧氣跟水氣 這兩個 你看它明顯的話 K-Range電視體就會降低 然後 竹5的Mobility就會提高 跨中摩佩的也是提高 然後這個Ratial就降低 那 那an月有這兩個氣體 所以它也是會有 類似的影響 所以我們大概就跟你們說 空氣中使用我們的 這個 K-Range電視體降低的 主要就是氧氣能 會損失 它吸附在我們寶冰上面 就 就會造成這樣 就是你K-Range電視的降低 好 再做個結論 就是說 我們真空的 Agnonium method 可以提供一個 Affetive的使用 對我們K-Range電視的 減少股充電 然後呢 它就可以使用 K-Range電視體增加 然後 這導致於 可以使我們 原本吸附在 CQ-Range電視上面的 這些氣體 把它退去不掉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實驗結果 Supore這個理論的推測 就是說 這個TAU-DHU 大概就去綠二 然後這個K-Range電視大於 25乘10 十次分 那再來 這個分子 再來 氣體中分子 可以使用 K-Range電視的降低 因為它可以使得 我們 這個 Charge Equality Scatter 降低 所以 以至於 增加這個 Hole 或Quantum的 Mobility OK 那再來 最後講一下 我們不求 就是說 這樣的 device 除了做這個 量子貨的 電子的標準之外 我們還可以研究這個 線性的 Linear Mobility System 的這個現象 那有兩邊Panel 在最近 它是在說這個 Quantum 跟Clash 那這兩種 的Model都不一樣 每一個 Group都有它的說法 它覺得是這個 Quantum 然後它就覺得它是比較強 所以我們就用我們的 Device 做類似的量測 然後看它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做出來的結果是 它其實是比較趨近於 這個 Clash Mobility System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算出來說 這個HC 就是 這邊有一個總整體 叫HC 然後 所以Mobility的變化 它大概是乘方 跟HC是乘方 這個就是我們做出來的 這個結果 然後呢 我的Mobility的命運呢 就會跟我的DNR DB呢 這個是呈現性的 這個關係 所以你只要滿足這兩個 其它就是一個 classical的 對 可是來這裡去是說 它不只這樣 我們剛才有說的 我們那種加熱方法 給它加熱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它會做一個全心血 它從那種 原本是線性的 線性的黑色 這個地方是線性的 在Intermediate Field 高廠的話 它就開始彎曲 可是在中間到D的時候 它是線性的 你給它慢慢的加熱 慢慢加熱 你會發現 K2D值就增加 可是這時候 原本這個線性 它就開始變成什麼 變成POW線 那如果變成POW線 它就是一個 Bofin的徹者 那這個 這個也要記住 這個都是300K 300K的程度 對 那像剛剛之前的這個 這個也是從 200開始開始 來到300K 這個是比較高溫的Range 那你就會發現說 它是從線性的 然後開始變成POW線的這個特質 那如果 你給我看 The Room Paper 它在這個National Paper 它跟你講說 classical LMR 是怎麼樣 它就是說 很多的這個 電阻的創變點 然後彼此的Couple 你就會等到這個Linion的這個現場 所以這個跟我們所 觀測到的這個現象 其實是有點一致 就是說 一開始 如果你在Low-K-Dance 就是因為你有很多的 氣體濕附在上面 然後隨著你慢慢給它加熱的時候 這氣體就慢慢不見了 那慢慢被排除掉之後 你就發現 這寡片就怎麼黏起來 就不像這個Model 所以它就是高溫 可是一開始有氣體濕附的時候 就是有些地方沒有被覆蓋住 就像這樣 很多的這個 小的寡片電筒 串避免 所以你就能量到這個Linion的這個現場 好 那第三個有趣的就是說 我們給它做回溫筒 你會發現說 我們一開始是從300K 還是做回溫 然後呢 到1.5K左右 大概1.5K 再給它 因為它是這麼低溫 再給它升溫 你會發現 這個磁組 不是 這個電筒 都發了之前的這條線 意思是會說 從300K以下的溫度 那個氣體其實都沒有什麼變化 它還是吸附在那邊 變化量不大 可是你給它 到300K以上的時候 它就往下掉了 之後呢 你再給它回溫 它就變成這條藍色 就變成這樣子 那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就是有加熱 300K以上就是有加熱效 那你就會使得你這個 全部的 property 改變 一開始是像這樣 insulate metal insulate 三個項 可是如果你要加熱之後呢 它就 這個地方就變成metal 然後這個就insulate 就變兩個項 就是說 你把氣體給它 退散掉之後 這三個項 就只變成兩個項 對 然後這個加熱條件 是在350K 然後沒有連1.2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很有趣的 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就陸續去做 這個不同carry電子體 然後它的mobility 然後它的不同的溫度 的表徵 但你發現之前 有告訴我們 在Kinyasna Ekido Structure Device 或是一個Moss Effect 的這個Device 他們都有看到這個 不同的像 Metal Betalic Insulating 這個Metal Insulating 那維尾在這裏 這個Waffin 我們有觀察到類似的結果 可是這個 還很少人在發表 討論這件事 可是我們一樣 有觀察到這裏去講 所以 我們 就陸續 做這個 Make A Neoling 的這個處理 把不同的carry density 從不同的這個RT 做比對 然後算它的mobility 相信應該也可以得到 有確決的過程 像這樣子 之前 不同的Glouper 在不同的這種 CKinyasna 在這裏所做出來的這個 應該是會有 有趣的地方可以討論 好 再於這位來就是 去參加這個 惡靈目的寡定位 在Mandestad 這幾個就是 我們這個領域 很有名的接的目標 那就是參加這個converse 然後再於my talk 就是 上個禮拜再一次打 今天在台南 然後再來就是 東正 那再來就是 戰士打 各位都去不通 好 那再來就是 講一下 未來 我們去 未來工作就是要 我申請這個GSPS Moralship 然後到日本做 一年公司 那假如正經過 我可能十月就會過去 更多的研究 這個Motivation 就是說 我一開始是在建牆 學一套叫SQM的 Vacete 之後呢 到日本 他們也有 幫助他們 把Vacete 變更好 然後發表一些文章 然後之後呢 這個 這個其實我剛才說 1985年 都會整個 每個一起 第一個體積等數量 都會這樣 但到時候就來 我們這個 FIST 然後也看過我的數據 給一些意見 然後他也指出來就是說 Quantum World Physics 其實未來發表的很重點就是在這個 SPEED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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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造成的 對你二維平面 所造成的 電腦的影響 這是這個 Vacete 所以剛好 就跟我之前做的SPA 是不謀二合 所以就 想說繼續去日本 做這方面的工作 因為這個就是在東京大學 以前一個學長 他在那邊做國後 他就幫我改一下 那個JSPA 的Proposal 他把它改成比較日文的工夫 所以我希望比較容易被解說 好 然後呢 我們的 這個Proposal的題目就是這個 好像 海浦B的題目 裡面都是 Tronedvice 下一個世代 也就是 Located Graphene 那這個就是因為 NIST他會 provide我相關的 device 只是做這個SGM的研究 然後另外一個是 Larger Scale Fordination Graphene 這個就是我們的SGM 戰爭的 在日本 他們 做 多研究 就是 很多基本東西都把它弄好 比如說 他那時候 這個SGM就有點斜斜 不夠平 所以就做一個平台 是用硬度做出來的 然後這個是一個角度 剛好 放上去之後 他就會 這個就失敗了 失敗了兩次 應該只是用我們的台幣 你把後來又 運幣 就是很容易 對 然後呢 我們得到一些有趣的一些data 就是討論這個 跨幣卡達人士的這些現象 好 這個大概就是 去年 就是上一次 就是這麼多人升級 1139 120人入學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的入學 希望有機會 如果入學到這樣子 不會 持續我們研究 那再來就是 我們知道梁安琪老師 今年在史丹普 做的訪問教授 那他們有一套SGM 也是非常高度 就是 它可以到這個 Dilution的溫度 到幾十分力 然後呢 它也可以 自己回收 它不用管液牌 這個這樣的儀器 那 我很幸運 因為梁安老師在那邊 所以我回來說 我順便去拜訪 那邊的主持人 就是David Golden 他們就有這套儀器 那希望 日本做一座 有機會 能夠繼續到這裡 做Postar 繼續研究 他們的相關 那他們 比較在喊就是 我剛才說的 Body Night Tries 所以我們在日本 就先研究這個 那到那邊去的時候 就很好幫忙 因為他們也是在做 Body Night Tries 然後他們 直接有個檔 所以 這個就可以 對我們未來的 研究工作 有很好的 一致性的Match 這個課題都是類似的 好 那最後感謝台灣的團隊 兩幾個老師 台大兩幾個老師 陳大阿 陳真老師 加大 林立宏老師 然後 宗正 教授 那美國就是 Chall Smith 然後 Serve My Pad 在那裡有一些 Chall Smith 然後 日本就是 親藝大學 親不生知 然後 永逸 然後 林俊田 都在東大做 他也有幫忙 那美國的話 就是 就是 Rindle MIT的 孔親 他們在 寡病二回材料 也是做的 JPB 他也有幫忙 然後 包括 或者 父親 他是在 秋春大學做抄襲 剛好 那時候有機會 就拜託他們 他也是給很多 寡病 跟 抄襲整個的 意見 然後 再 然後 非常感謝 這些 provide funding的 機構 國會 台日教育委員會 或是 美國的 政府 然後 provide guest research 這位置去 OK 以上就是 我的報告 謝謝 謝謝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 我剛剛問你一個問題 你剛剛講到 Water 水和Oxid的影響 但是 你沒有談到這個 如何影響 O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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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談到這個 Ox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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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水跟water的影響 有一篇 paper 它是在Nerolico有說出來的 就是說 你今天如果你的水跟你的Oxid 吸附在寡病上面 那有一些有些吸附在寡病跟C跟Carbon 這個Subway之間 那這個就會很明顯影響到它的Bank energy 對 那 這詳細的過程是 我的經驗還蠻複雜的 對 可是Anyhow 它就會影響到它的Bank energy 那你就會發現說 我們這個實驗的結果是說 它的Mobility會上升非常多 對 所以今天這個吸附的Water 跟Oxid 是有助於它Mobility的提升 這個是 跟一般的這種經驗是比較不一樣的 但是有助於它的提升這樣 那如果你給它加了退吸附之後 你Mobility怎麼就下降這樣子 對 所以我在低溫涼的時候 如果今天有水跟氧氣吸附在上面的時候 它Mobility其實可以搞不好 可以破一萬 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剛才有提到說 用什麼碗水 是不是 去把金屬洗掉 那Graphene那麼厲害 你不會把Graphene也洗掉了嗎 因為這個碗水它是特別 對這種金屬 所以是酸的 對 酸的 那Graphene的話就是 它點多 提供它的酸 讓它可以接這體變化而已 可是它不會 還是在的 對 還是在的 對 然後另外一個 你能不能解釋一下 你 你看到了那個Plato的地方 好像 那個林天亞的時候 有一個很強的電導 能不能簡單解釋一下 你說哪一張圖 這張圖 這張 就是 你不是有Plato嗎 對 然後這邊 你記得這邊 不應該有 有電阻還是有電導 中間那個紅色的 紅色這個是電阻區域一點 不是那個中間那個 這個 OK 這個就是 一般的不太一樣 不是嗎 OK 一般的Galimashina 比如說 對 所以就是 它 Mu1等於2 對 Mu1等於2 對 中間這個Pig 就是它 Graphin一個很強的特徵 就是 你今天你的Carrier 在很低的磁場之下 它會被Localize住 我們稱之為 WiLocalization 對 那這必須在Disorder的 你的Graphin不好 不是 我的Graphin是 太Disorder 對 那這就 不是很平的 對 如果你要很平的 是用 就應該那個 就應該那個 就會好一點 對 那今天如果你是用 epithelium Graphin 很多氣體啊 的成長 各方面的 其實它是 還蠻Disorder的 因為你看 我們那個AFN的圖 好 它其實就是很多的 Terrushes 所組成 對 喂 嗨 我等一下 欸 我們馬上晚了 等一下 你再給我五分鐘再到 好 好 好 呃 呃 還沒有別的問題 所以你這個Graphin 也不是 呃 非常好的 對不對 有Disorder 嗯 對 我們Graphin 是有Disorder 然後呢 它的這個是 有很多的這個平台 其實最好是用膠帶濕 如果你用膠帶濕的話 它 它可以很平 你也可以濕啊 膠帶不是最容易濕 可是問題是 它重複性不好 你不能保證你每次都 都這樣子 可是如果你有這種方法 重複性很高 對 還有別的問題 沒有 我等一下上課了 我們就謝謝 Speaker 好 不過他已經從 Niss的回來 對不對 這樣 還是在梁老師的組 如果大家有 有問題還是可以再找他 討論 有修過的同學 剛才沒有簽名的 過來簽名一下 有什麼